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惠的暴力对决 观战方是紫禁城复战队 那对面就是咱们熟悉的华肥华 师傅双龙共 由此也看得出来 队长方的建惠积分其实是相当的高 能匹配到豪门 他建惠积分就不差 人家这个师傅双龙共 看来胜率不低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队长方打别人还不错 遇到真正的复战队又能发挥出几成的威力 而观战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女儿天际的双峰配合的士傅 加魔王一把虎阵 对面师傅双龙共 武装化身死 阴阵也是小克虎阵 由于阴阵他持有 好像 这个暴击出的挺多 但是威力有所不足 不过呢 观战方这边的士傅和魔王血线还是被压下来了 由于阴阵只有两个伤害位 队长方也是选择给另外一个龙共占了一个速度位 没地方放他 对面阴阵的速度位也仅仅是拿到了一个二锁 你毕竟跟豪门的女儿村想抢速度 可不是一个阵法你就能比得了 而且龙共的话占一个速度位也不错 比观战方魔王快 哪怕对面 比如说队长方用比较暴力的方式把观战方魔王给摁死了 有一个速度比较快的龙共也可以守住观战方魔王的尸体 两个龙共全部龙战域立起来 好 你看观战方这边还是继续盯着观战方魔王来 两千七 善暴 没了啊 就剩三个了 卡了一个小四海 一把三漂 日月乾坤套石头 血铁加伤害 今天怎么没给 今天观战方这边 这个天机城 这场比赛好像上的是一个风天机吧 秒不动啊 有罗汉更秒不动啊 你看 上的是一个风天机 就那天紫禁城玩这个天机城的话 是玩的一场辅助天机城 就是恢复型的天机城 玩的四场是风系天机 这场就是风天机 但是风天机的辅助属性也很强 下风忙 哎 但天机城好像对龙宫的效果非常的差 就对于纯面上的这些法系 其实天机城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龙宫啊 龙宫他手长 手长 他秒谁 也该秒的都能秒到 他秒七哥呢 龙宫在飞 哎呦 你别说啊 我感觉对这房真有东西 你别看俩龙宫啊 这跟他刮杀呢 但秒着秒着 关键宫血线 一直都处在 不健康的状态 最后师徒还被压死了 继续下风忙给到龙宫 给龙宫真的意义不大啊 风忙必路是让对战方的点选目标啊 只能选关键宫的天机城啊 但还是那句话 龙宫手长 他点谁秒也是秒七个啊 该秒的基本也都能秒到 你说关键宫场上现在啊 十个单位总共就剩下九个了啊 尸口倒地了吗 哎呦 你就九个单位 人家秒七个 那点谁秒也差不多一样 没什么区别 所以下风忙给龙宫 把意义不大 除非后续啊 关键宫能给他一把右袭 那就有意义了 天机城变身 这回下风忙可以下的多一些了 女儿的一把三票 对两方清风望月啊 也只是 截两个封印啊 那没办法 对面实在是太多了 一把三票全中啊 罗汉盖起来 四回合的一个变身 那就是两点弓之血 再加一点手之血 四回合的一个变身 四点手之血用特技以后 会恢复五十点愤怒 嗯 可以的 这也是他的这个经脉所决定的啊 还有这么一个经脉 燕甲状态下使用特技后 恢复公之血乘以二十五的愤怒 就如果他是三点弓之血用一个特技他还能恢复七十五点 如果他是两点弓之血啊就用一个特技可以恢复五十点 就这么个意思 哎呦 那那是有点恐怖的 你别小瞧啊 很多小伙伴说燕甲能变身几个回合啊 有的时候比赛啊 就短短的这几个回合就足以影响整个局势了 你能在关键时刻放出一把金钦啊 或者是放出一把罗汉 哪怕是能放出一把水钦啊 咱都不敢说那大特技 哪怕是一把小特技 可能对比赛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不要小瞧这几回合啊 够用了 那你不能每个回合都有 那要上天啊 一波面伤下来 对良方的血线也被观众方压下来 毕竟对良方还是以主书出马三宫队 他的抗性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但是对良方能把观众方的血线 我打这么惨 我着实是想 着实是没想到的 那毕竟豪门他的法防就高 神将火炮两千一再压一波 龙宫应该不会有太好的发挥空间了 再加上你一直打面伤 观众方愤怒也是源源不断的啊 罗汉肯定 基本上是不会断的 对面也有点吃不消 不过对良方的打实战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咱们之前也见过不少次了 三宫队打实战能力都很强 都很强 不光是对面 别人也很厉害 三宫队都不差 尤其他们剑会积分特别高的这些三宫队 那也不可能太差 太差的也打不到这么高的积分 继续 又洗给到花生 那花生只能是舔过来 再还反击人家一下打了个163 过分 之前我看有一个团队啊 玩天机城 他就喜欢 变个什么 耗子卡 就是咱们是属先锋那个卡片 不进阶的啊 不进阶的那个属先锋的那个卡片 就别人打他一下 他回头敲人家脑袋一下 你知道那个不进阶的属先锋是哪个小锤子啊 敲别人脑袋吗 普通攻击的时候啊 他就老变那个啊 那可有意思了 观众峰这边是波罗指挥的啊 之前波罗在姑苏城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天机城和一个无底洞的配合 所以当前这种五宝林的版本 说句实话还挺适合波罗的 所以他也是及时的啊 搞出这么一个天机城 试试威力 如果效果好的话 是完全可以进入苦战的舞台 因为天机城总体来说 就没什么大毛病 其实就可以用 哎呦这龙宫 好疼啊 主要还是一个宝宝的问题 等到时会会以后 观众峰这边是可以换地厅的 而且他的地厅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啊 现在紫禁城的地厅数量 哎呦是有点恐怖啊 那个风哨的更新能力 太吓人了 而且目前人家的主战场 还是紫禁城 算在珍宝呀 鱼岛呀 葡萄山啊 现在又在葡萄山也立了一个号啊 在各个服务器吧 基本都有号 但是他的主战场 现在依旧是停留在紫禁城了 哎 宝宝在飞 防护罩拉起尸陀 再飞一波 对两份血线又被压下来 还是得往下压啊 四千五的大刀 将心骨甲 好 3 4 4 5 8 9 三千四 岁月强控龙弓 石头变身 地厅来了 这个地厅来了 龙弓能不能瞄死他 龙弓起龙战了 他既然起龙战鱼也了 那起龙战鱼也的话 好像 好像这地厅就活下来了呀 天地捅兽 独结金圣 关照玩笑 扁石头 石头有天地 但关照龙是有工地厅的 紫金圣现在工地厅也不少的 压石头其实也不是很大 本身这个石头它现在就是个尸体 这石化 它本身现在就是个尸体 铁宝货 铁飞了 再飞一个 对面这石头上还好高 关照光石头也飞出去了 而且对面石头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那种 因为豪门的石头就特别快了 可能速度已经特别快 对面 比关照光石头还快 关键是比自己的化身色速度还要快 这多少是有些过分 总共 再卷 这个地厅 速度这么慢 再卷 好家伙 都没机会出手 关照光雪仙又被压下来 我对面这个战斗力就离乎啊 之前不知道哪个 好像是二狗还是啥 就说了一个这么个话 就是龙宫 你一个龙宫看不出它的威力 但是两个龙宫就会发生质变 三个龙宫就会发生那种翻天的变化 就龙宫越多它的威力越大 感觉都出来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如果经常看五神坛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五神坛改出来那种 就是不允许三个同门派上场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规定 不过所有的正式赛都是有这个规定的 就是不允许三个同门派的上场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龙宫大哥 就是因为龙宫 宝宝要跑 冠家坊血线还是惨 来一把金金 卷起来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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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八 队长方又快崩了 在最面牢要快崩盘 但就是没崩盘 把生死一手柱子推 感觉观战坊这边还可以换地厅 就等尸陀倒地的时候你再换 你平时换的话容易被这俩龙弓把你弄死 你就等有人倒地 观战坊尸陀和这个魔王也都快死了 这两个单位如果倒地的话 你顺手用归宿拉起来去换地厅 不至于被对面俩龙弓秒到 这样的话就会保证 这么一个地厅的存活 也不错 但尸陀神佑了 赵山河的这个武器 就这个尸陀岭 它是一个神佑武器 我记得是个锤子 怎么是把刀 估计是转了造型 它那个是个锤子 转了造型 应该是 锤子应该转成镰刀吧 还是之前人家原武器就是一把刀 是它转刀锤子的 我回头去查一查吧 忘了 它那个原始武器是哪个造型的了 我印象里是个锤子 我都查一查吧 不重要 不重要 翻译下 在人金刚走起 对面这个盖皮罗 还也难受的 神将火炮继续打面伤 尸陀在背上 这关键风上天际城 其实关键时刻 配合尸陀魔王 却打一波面伤 还是很有威慑力 4800 5300 5800 6500 7500 吧 85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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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h7500 7500 7400 再拿一把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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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厅换出来 龙弓再卷 你看这地厅 他就不好出哦 把练习生换出来 咬一下对面的龙狗 163扛得住砸钱 没砸掉 一把金青 砸省了 罗汉一干 又没问题了 有罗汉就没问题 说句实话 我觉得对面这个三宫队 是真的强 12345 顺子啊 要不起 哦呦 关架方天击城 天击城 倒地 宝不再飞 哦呦 关架方 就剩下个女儿和花生水 而且这花生水 也被秒残了呀 当然队长方的药品消耗 看一下 好像跟关架方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比关架方是小一些 是少了一些 但还行嘛 还有一半多呢 够用 够用 打了23回合 跟豪门 打的还是有来又回的 好 嗨 较 有 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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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把金轻 试图先变身 对面好像又能再扛一扛 这个对战方怎么这么耐扛 他九转带了多少 我再想这个问题 对面好像九转带了好多 九转带的再多 我估计吃的也差不多了 吃的也差不多了 稍后关注方试图站起来 用归宿拉出个地厅 对面插头也就扛不住了 墙归墙 这个硬件的差距 还是有些弥补不掉的 这个肯定是弥补不掉的 不然谁花这么多钱玩不信 而试图是选择的先变身 并没有着急去出地厅 那算了吧 一把三票 还得接着看 赶紧给化生死卡拉金 对战方换须迷须迷 对豪门作用不大 把试图 又神诱了 这石头 化生死 零元退口 神诱武器 真香 太香 观察方化生死 小色还已经没有了 龙公被压死 提火 宝石驮 飞起来 又少了一个龙公 都强拉了 谢谢 反正血量刚才就不多 强拉也是应该的 孩子倒地 石头再倒地 九千死 哎呦 后排龙公 中了五魂 倒是也没关系 这龙公秒出来也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 赶紧活 再用一滴血 拉起龙公 这就是有速度的优势 先瞄一瞄你 呱呱杀 瞄你个三百四百 刮着就把你血量给你刮下了 石头呢 再 砍一砍你的大动脉 龙公再给你刮一刮杀 伤口上再撒把盐 那你就更疼了 血瑞加血 变了身 可以加到四个单位 但是由于它是那个风筋脉 所以加血量 偏低 加血量偏低 也看得出来 关架方这边的压力还是蛮大 怎么怎么能扛呀 对面 再活了 龙公都快满血了 再卷宝宝 再飞一个 哎 拉起石头一号位 再飞一个宝宝 这晚上清宝宝真快啊 石头双方清宝宝是真的快 关架方血量又惨了 怎么这比赛打着我 还看得还有点难解难分的意思 一把射身局 关架方继续换地厅 有另外一个龙公 能出手 那一个龙公能不能秒死地厅呢 但是他出宝宝了 他也没秒 那这样关架方 这个地厅好像是可以 有机会 出个高速地厅 可别出那速度慢的 啥又没有 一定要出高速的 速度慢的 出手都是个问题啊 再来一把金青 肚结晶生一宝 战敌一家 还得是地厅来 5500 摇铃道 铁宝货 观照万象 爬出去了 这地厅其实速度也不算太快 比屋里歇速度还是要慢 那我只能说地厅牛啊 对面绷不住 有这么一个地厅 对面确实是已经绷不住 一万二 最终啊 紫禁城还是依靠强大的宝宝 成功的 将对战防团灭了 剩下俩隐身的了 我只能说 对面打的已经非常的好了 虽然输了 但是已经是展现出他这个团队的整体的能力 好了 打不过 没办法 拜拜